我知道證監發表會我沒有時間講 我在這裡就講給你們聽了 荷蘭是一個農業大國 但是我們問說 為什麼農業大國可以跟科技大國 可以跟一個商業大國三個併做一體 而且人家的生活水準很高啊 所得很高啊 我們為什麼做不到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所以有一次這個荷蘭的駐台代表來找我聊天 我們聊得好好的 那我們也說我們曾經是 荷蘭曾經在台灣過嘛 所以我們說 啊 乾脆我們可以考慮合併一下 那合併一下我們叫什麼名字呢 那台灣就是台嘛 對不對 荷蘭就是land嘛 兩個加起來就叫tai 這當然是笑話啦 不過老實講 我們可以跟他們學的東西其實是很多 那我也 我也看過比如說 現在世界上最大的軟體公司還是Microsoft 對不對 Microsoft在哪裡 它不是在美國的一線城市喔 它是在二線 但是是非常美麗風景宜熱的地方 叫西亞福 那為什麼 因為用老金的人喜歡在風景明媚的地方 所以你把創新產業放在都市裡 那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那我們是不是現在工業生產也在都市 創新產業也在都市 一切一切都在都市 為什麼一定要大家都在都市 所以我們下一次應該要去屋萊辦 一邊洗溫泉看櫻花 然後一邊聽小英主席你講故事 我主辦單位會覺得負擔太重 增加屋萊的就業機會 然後我也代替屋萊我的朋友 蔡雅祖的原住民跟主席說一聲 增加屋萊的有很多原住民的餐廳是很好吃的 給你一打槽我又講到哪裡去 講到我們要有創新發展 應該是要在風景明媚的地方 對 還有我昨天就要看一本雜誌 講這個有一家很高級的音響叫PNO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叫PNO 是一個瑞典的廠牌 人家告訴我說你舉例的時候 最好不要舉這個例子 因為那個是一個奢侈品 但是有一個非常高級 而且非常貴的音響廠牌叫PNO 不過我懂音響的朋友都告訴我說 就是漂亮而已其實不怎麼樣 不過這個PNO是全世界有名 而且都是高消費者他買的這個音響 這個PNO它的起源在哪裡 就在瑞典的一個小鎮上 那到現在它的工廠還在哪裡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說 我們的 你今天到我們台灣的很多的鄉下地方去 你會看到有好多好多的鐵皮屋 那你就會覺得說這些鐵皮屋是什麼地方 因為旁邊都是農田 它有一個大型的鐵皮屋 你仔細看都是工廠 而且你仔細看這些工廠製造出來的產品 是全球銷售的 而且很多都是還是領先的產品 那有很多的台商告訴我們說 他們在中國也有廠 在台灣也有廠 可是每次有客戶來 他們就把它帶到中國去 因為中國的廠比較大比較好看 那為什麼不帶到台灣 因為台灣都是鐵皮屋 那你問他說沒錢蓋嗎 他說不是因為土地的使用有問題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農地就是農地 鄉村就是鄉村 那因為要用土地的人 就在上面蓋了一個工廠 那就是違法工廠 所以就是很寵的違法工廠 那我們為什麼不想起來 在現代的工廠其實可以蓋得很漂亮 它可以跟農村的景致可以是合在一起的 那我們為什麼不重新規劃一下我們的土地使用 所以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我們要改變這個觀念 也就是說很多的產業 其實它不需要在都市 也不需要聚集在一定的地方 它很多的東西都可以到鄉村去 我還有一個感覺可以說給各位聽 前一陣子我到美龍去 美龍大家都知道以前是產那個煙煙 但是美龍還有一個人很有名叫做鍾離合 他的兒子叫鍾田明 他現在孫女也是一個藝術家 所以我去看這個鍾田明先生 他家本來有一個熏煙葉的那個 他把它改成 變成他的鍾離合的紀念館 他去寫作 他的女兒也變成藝術家 也跟當地的農戶就變成一個非常融合的現象 那各位想想 英文有個字叫做agriculture 對不對 這個叫做什麼 叫農業 對不對 農業的後面那個字叫什麼 叫culture 對不對 所以agriculture 其實農村或者鄉村 其實它才是很多文化真正孕意的開始 所以前一陣子啊 我去買了這個七年級的學生 七年級的朋友寫的小說選集 就是我看看七年級的學生 他們在想什麼 結果七年級的學生就寫他周邊的事情 可是他沒有寫他周邊的景物 他會寫他跟他的父母之間的關係 他的朋友之間的關係 可是你發現七年級的學生 沒有寫他周邊的景物 就表示他周邊的景物一定是沒有 或者他沒有辦法感受 或者他根本沒有住在一個 可以讓他感受到周邊景物的地方 但是你住在農村住在鄉村 感覺就不一樣了 所以不論是文學創作 不論是藝術的創作 甚至於攝影 其實你必須要有那個情境 要有那個場地 所以我們現在講 我們要創新產業也好 我們要高職的這種農村也好 或者是一個高職的鄉村的生活也好 其實大家都要打破一個觀念 就是說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要在都市裡 為什麼年輕人一定到都市裡 我曾經到台南跟雲嶺 那個大型的蘭花栽培中心 那我就看 那有好多的年輕的女生 穿得非常的時髦 你一定覺得她是都市裡來的 我問他們說 你們種蘭花嗎 她是種蘭花 我說你們是農夫嗎 她說是農夫啊 那我們現代的女性的農夫看起來 跟都會的那種最時髦的女性看起來是一樣的 這個觀念不錯嘛 不是嗎 換句話說 如果你把她觀念都改 你的城鄉差距會改變 你的南北差距也會改變 你的很多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落差 都會開始減少 而且你的鄉村的就業的機會會多元 鄉村的收入也會多增加 因為鄉村它就變成農業 創新還有文學還有文化孕育 它是好幾個東西的集合體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住在都市裡 如果我們不一定要住在都市裡 都市的房子也不會貴到那種程度 要打房嘛對不對 那以現代的交通跟通訊的交界 其實我們應該開始翻轉我們的思考 之前喔 有一個很出名的音樂人 他現在也都是做很多人 這林聲響 美農人啊 他以前錄專輯的時候 交工樂隊 就在美農的一個菸樓裡面創作 然後看著美農 然後從反水庫的思考 然後美農黃蝶翠骨 美農的很漂亮風景當中 用自己的歌 用哈卡 寫出非常感動人的音樂 我相信這是我們台灣土地的生命令 不過有很多人也另外一種質疑 包括很多網友都在問就是說 去年小英主席出來選新北市市長之後 就讓大家看到是說 原來女性的政治工作者 可以帶給人一種幸福的特質 所以在你的競選logo上面 有一顆心等等 但是呢 又想到說 阿如果是整個台灣齁 如果整個國家齁 阿敢有學校給女性來看 也有人提出這樣的一些的質疑 不知道小英主席你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那個 你要進來給大家看一下你 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來 恐慌哥來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恐龍大哥 他對我來講應該是恐龍小弟 你看他穿的衣服 男生穿這個耶 他有一顆心還是紅色的 我們的小英之委會 這個 我們恐龍大哥 應該看起來算是魁梧的男生 對不對 他也穿那個 也背那個書包 那我們小英之委會的這個制服 是一個尖嶺的 然後乳白色的T恤 然後上面又有一個粉紅色的那個 可是我們小英之委會的會員 也有六七十歲的男生啊 也有身材魁梧的男生啊 可是他們也都穿那個啊 那我當然也笑他們覺得 他們蠻有粉味的啦 但是他們也覺得穿的 好看啊 對啊 很MAN啊 所以 不是啦不是啦 這不是我講的主題 我講的主題是說 讓政治女性化一點有什麼關係呢 看起來蠻好看的啊 非常好 對啊 所以 其實女性 其實反而更適合在我們 這樣的一個國家裡的政治生存 因為女性的強韌度比較高 而且女性在社會普遍的認知上 她是弱者 但是要以一個弱者的身分 在一個很艱難的條件底下去求生存 發展出來其實女性的強韌度是比較高的 尤其是我們看客家的女性 因為她的生活條件比 因為客家是後來的嘛 那後來的移民 所以她們的生活條件 會比先來的這些女男的生活條件困難 所以客家女性的那種強韌度 其實正是一個小國 在國際間要求生存的最重要的那個要素 所以 台灣人 很多人講一句話 他說台灣人 四百年來的台灣人 當然很多人說台灣人的愛錢什麼什麼都知道 那都是值得檢討可以去探究的 但是台灣人有一件事情 大家覺得是說 我覺得我蠻同意的 台灣人剛烈 什麼事情就是 嗯 要拚一下 好 好 嘿 穿起來是不是那麼穷啊 網友 他們為什麼會叫我來主事 不是因為有頭髮少 是因為需要去平衡一下 就是說對比這樣的溫柔 其實產生了相當強韌的力量 對不對 對 主持人 你有點危險 踩在紅線的邊緣 對 這個台灣人其實在面臨困境的時候 常常都有一種剛烈的問題 就是跟你拚了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更應該要發展出來 一種強韌的個性 因為畢竟是一個相對的弱勢者 他要求生存 一個小國 在一個全世界裡面要求生存 一個小國面對一個很大的中國的存在 其實都要有那種很大的強韌度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國家 讓女人領導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反而更好 非常好 其實有一種東西 看起來好像很軟 但是他很強 那叫鼠 所以最近我看到日本海嘯 他會習起來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對 但是有一件事情 大家也是提到的是 是有看到說 我主席你這三年來 帶你民進黨走出一種不同的格局 等民進黨最大小的一種 你願意去承擔這個重擔 大家也看到說 真的你有強韌的力量 因為其實是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不過 觀察你這三年來 你有做了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 其實這幾年民進黨的小額捐款 非常的多 就是一點一滴匯集起來 成為非常強大的力量 但是呢 不知道怎麼樣去看 看一件事情就是說 最近社會上很多人 很關心一件事情說 台灣人其實不是愛錢 台灣人非常喜歡捐錢 小額捐款 或者是十萬二十萬 為了巴巴水災 為了日本的地震 然後民進黨也有捐款的帳戶 到底民進黨怎樣處理這一些 以及說民進黨在這當中 很多小額捐款來 我也聽說屬型是一張一張的去簽 太英文這樣 這非常的不簡單 只有女性可以這樣子 啊不像我們是 啊整棲 他們怎麼回頭的尊散就好了 所以這一點相當不簡單 但是不知道是說 怎麼樣去處理這些錢 因為這些也是人民 很辛苦的 一點一筆 撿起來 欸我要在這裡先聲明一件事 各位要是收到我的謝卡 我跟你講那上面的簽字是真的 親自簽上去的 不是一上去 很多人喔 就拿著那個卡片叫我再簽一次 我跟他講這個就是簽一次 他就是再簽一次 我以前寫字真的是醜到不行 但是就是因為 我要要簽這個 把自己三個字 蔡英文現在念的寫的還不難看 這樣 不過這也是一種收穫 那剛才主持人講到我們這個 八八水災跟這個 日本的震災的這一次的捐款 我們這一次喔 因為我是請假中的主席啦 所以我不太敢確定我們的數字 大概應該也有八千多萬左右 那這八千多萬呢 我們就把它轉給日本的紅十字會 我們不會把它留在口袋裡 或者是留著自己來分配 應該是不會 謝謝 不會來 不會控制 法治的代表